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可能更多的是要专注用心的去做 那还有这个EP整体想要表达的一个风格 所以就是可能表达要更明确一点 做偶像和歌手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但是可能偶像呢会就是各方各面都要顾及到 然后呢歌手可能就会更加专注于一项吧 我觉得国内和国外的话 因为国内现在目前歌手来说的话 可能没有太多的可以打歌的舞台啊 和这种机会 对然后但国外的话可能就相对于会多一些吧 我觉得两者可以兼顾吧 我在当歌手的时候可能更享受舞台 但是在拍戏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更享受拍戏的过程 因为毕竟拍戏其实第一现在不是我就是擅长的一个领域嘛 所以我其实在拍戏的这个过程中我是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对 就所以对我来说带来的东西就很多有新鲜的很多 这意味着第一呢是一个新的开始 第一名对我来说可能意味着我要更加的努力 更要更好 我觉得可能就是各方各面的经验吧 对可能会更多一些到处的一些学习啊活动啊 就是一些工作上的问题啊什么的都会有一些新的经验吧 就在压力可能就是在做一个作品的时候 你会比较顾忌说这个这个作品出来之后会不会被大家喜欢 压力因为一直都会有大大小小的压力都会有 但是我可能小的压力的话我可能就会先把它囤着 然后我是那种就是囤不住了之后一下子爆发的那种 那么难的事情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永远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出道 你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你现在 因为当年医生很很枯燥嘛 就是你每天只能练习 然后回家练习回家 就是永远只有这些事情 你要考核的时候呢 你又要想说我这一次如果考不好的话 我会怎么样 就是永远都会有这种压力 你可能这中间你可能没日没夜的练习啊 付出了很多 就是你你其实内心最渴望的就是得到一个认可 但是并没有就是不会给你也不会有人给你认可 你做的好了也不会夸你 但你做的不好一定会批评你就是这种 对所以就这个这个事情就是也挺痛苦的 这样的这个歌呢其实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音乐的风格 它这个歌里面就结合了Tripping House跟Mobatone的元素在里面 能够更加的表达就是要唱的时候可以大胆的把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唱出来 我要跳的时候可以把我想要跳的东西给跳出来 我想要去表达的一个我对于音乐的一个感觉吧 有担心对反正我也喜欢我也用心去做这个事 然后想说把它先做了呗对吧 出来了之后反正大家喜欢是最好的 优点的话歌曲的本身的风格我觉得比较适合我 唱的时候它可以完全的唱 跳的时候呢它也可以完全的把跳的东西表达出来 就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东西 然后也可以让大家更多的能看到这些 不足的地方呢就是 就是就可能没有那么的会让大家能够有记忆的地方吧 第一次做EP嘛 然后包括一些服装造型宣传 然后各方各面的每一个会议我都有参加 但是就是因为第一次做嘛 然后我自己所有的参加了之后才知道说 哦原来制作一个这样的EP是一个这么复杂又 就是这么多工序的一件事情 不这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就是我也是自己亲自就是去去体会了这些 困难就是说可能包括选曲呀制作呀 因为这些我所有的都有参与嘛 然后因为我是天品作 所以从选曲开始就是非常非常纠结的 所以对我来说真的很困难你知道吗 我平时比较喜欢听R&B 我很喜欢一个R&B歌手叫 Hur 他的歌非常好听 他的每一首歌我都很喜欢 反正一直对他们说的就是感谢嘛 但感谢呢 一直说感谢也没意思 就说 我不仅可爱 我还可爱你们了吗 我的妈呀 我是火箭少女101的莫美琪 喜欢我就关注Hewaverse吧 我在这里等你哦 我发现了一种 我发现去对咱们 那先让我频道 没什么事 那么臭